吃东西让大家都觉得很担心 什么东西到底是安全的呢 这毒淀粉事件在过去半年 现在竟然死灰复燃了 因为在台南的检调查获了 上化一间淀粉工厂 竟然又在淀粉里头添加顺丁锡二酸 而在现场查封了 重达400公顿的毒淀粉 这家茂利淀粉厂呢 今年5月份才被查获 没想到短短半年 业者制造更多的毒淀粉 而且现在可能流窜全台湾 没问得真肉员Q弹滑润的拉面 夜市美食吸引人气 但半年前的毒淀粉事件 现在竟然又死灰复燃 摊犯赶紧自清 强调都有合格证明书 摊犯就怕和毒淀粉扯上边 民众听到又有毒淀粉 也是吓得脸色发白 会怕不太敢吃了这样子 都尽量扫碰那些东西 你也出十公斤的啊 你十公斤啊 旧士坛是这家工厂 被查封了400公顿的毒淀粉 鸡查人员从工厂仓库 搬出一箱桑淀粉 用夹链袋装着 准备送宴 你不要卡车了 有啊 我说你会卡 你不要卡车了 你一次有多少我会查 你不要卡车了 仓库内衣包包淀粉堆到天花板 数量400公顿非常惊人 负责人还拼命狡辩 这家贸力淀粉工厂 位于台南市善化区 早在今年5月份 毒淀粉爆发时 就被销毁了32公顿 没想到这次被查到的 多达400公顿 才短短半年就死灰复燃 而且数量更多 被告公司有将 于今年5月间 他遭机查后 退货 以及他的库存 含有顺丁锡二酸的 淀粉制品呢 重新包装贩售的情势 怎么这么大胆 现在还敢卖毒淀粉 检方约谈负责人 以及员工共四人 他们坦诚 就是半年前 被厂商退货的 但负责人 竟然没主动销毁 而是换个新包装 重新贩售 我们也发现 它有一部分的 这个含有顺丁锡二酸的 淀粉制品呢 流向了北部 因为这次会查货 就是卫生局例行 摊贩检查 发现淀粉 含有顺丁锡二酸 才发现上游的贸力工厂 到现在还在卖毒淀粉 而且藏货量这么多 大部分都贩售 给中南部的夜市 但制成什么商品 还无法确定 明知有毒还敢卖 不知又有多少人 误把毒淀粉取杀度 记者赖关张 成谷美容岳芳 台南高层报道